欢迎收看展哥讲股 越讲越长 大长黑啊 再创新的 然后今天重要的是台积电法说 他到底说了什么 然后接下来近期的操作策略 我们到底怎么安排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来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早上的赖 台股再创新低 早盘台积电也有撑盘了 但是10点过后就抵挡不了卖压 跌破400块 然后最后还收几乎收最低嘛 然后电子族群一片沙声隆隆 我们昨天提到四星KY 创意也跳水 创意最后还收跌停 所以目前人是空方操作的获利机会较高 这个没有问题 来早盘航空双雄双双跌停 旅行社族群也跟着下沙 所以解封题材利多出境 个股回归到基本面 这个部分 我们航空双雄其实在各个节目 我都一直有提醒大家嘛 我自己都不看好了 然后旅行社的部分 现在的股价跟营收的状况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现在的状况跟以前 就是价格会有点不合理 所以当然你说 整个利多出境之后 是不是整个股价就开始修正 目前状况应该是这样 然后金融族群还持续破底哦 然后也欠缺撑盘的效果 所以上市各类股是全面下跌 万山的支撑是明显无效 然后其实早盘IPC的族群振华电 率先跌停 后来同族群也被拖累 我特别要提醒大家 就车用族群的龙头 帽连KY 早盘那时候还大跌6%以上 我最后还收跌停 确认跌破年限 过去车用都是相对强势的族群 但龙头的表现这样 后续我觉得整个车用也要转去保守 这部分就比较危险了 因为车用大概还是 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有未来性的 一个产业 但是OK 现在的表现这样 那是不是代表 整个经济的衰退的风险 也有可能会拖累到 整个电动车这个族群 然后电池内的美其马康普 当然明显破底 相关个股其实不是破底 就是创高拉回 包含我们老朋友新胜利 最近也是要挑战前高 不过就拉回 今天也是一个大跌的状况 所以整体盘是看起来 系统性风险持续蔓延 重点是基本面失效 包含刚刚讲的帽连 基本面都还很不错 所以基本面现在完全没有用了 OK 然后由官员的说法 也可以明显感受到现阶段是国际性的衰退危机 OK 所以 整个虽然融卷放空的成本提高 但是我觉得操作上 我们还是要顺势而为啊 这样才能持阴保态 乱世求生 应该讲 还涨急跌是常态 所以其实反而 趁这种系统性风险 反而可以 赚快钱 大家知道 OK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加钱指数 我们昨天讲了嘛 前面的高点没过之后 杀下来 昨天我说是中继线 今天灾印跟长黑 很明显就是还是持续偏空操作 就是空头的格局不变 真的反弹到这个位置 依然还是空点 大家的状况都是这样 所以不用抢反弹 如果还不敢追空的 那你等反弹再空没有问题 这是大盘的部分 但是个股 个股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选择 个股就可以再另外再来看 来 再来贵买指数 我们昨天也讲 我说要回撤这个位置 今天就跟长黑马上跌破了 前低的位置 OK 所以整个贵买指数 等于是今天也是中场 中场过后 整个贵买全面棄手 生计族群也开始狂杀嘛 看起来 整个大家就是资金大逃杀的状况 来我们今天重要的事情 当然下午是台积电的 法说会 但传出来的消息也 也应该算是不错啦 Q3的每股盈于10.83元 再创新高 毛利率冲高来到60.4元 不过这部分 要提醒大家 因为这一阶段 第三季 整个台币还是大幅的贬值 所以毛利率冲高 我想大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汇率 所以这个部分也不用太过高兴 这个是 是整个国际环境的关系 来我们看一下 这台积电的EPS 确实 这是第二季的状况 9.14元 那第三季来到10.83元 确实是单季的历史新高 这没有问题 所以台积电的获利能力当然是很好 不过特别强调就是说 第三季的获利是来自于汇率 汇率的部分 来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些细项 首先第四季 台积电 营收的估计是介于 199亿美元到207亿美元之间 这就过去的经验来看 通常台积电预估都很准 所以 平均是季增约0.4% 跟第三季大概是持平或略增的状况 所以看起来确实是有一点 就是他成长性没有这么高 这是比较值得注意的地方 那公司内部以 台币如果31.5元来计算的话 我特别提醒一下 今天台币收盘是31.889 所以他们这样算是保守的估计 这没有问题 这符合会计的原则 然后第四季的营收目标在 6268.5亿元到6520.5亿台币 台币的部分 计真是2.24到6.35 这个部分我觉得 毛利率跟营业利率目标也 目标也都高于第三季 这都没有问题 因为还是受到汇率的影响 然后第四季其实毛利率 它公司预估是介于59.5 跟61.5之间 营业利益率是介于49 49%到51%之间 所以都是提高的状况 但是OK 这很明显 就是受汇于整个汇率 原本台积电 资本支出 它在那个2022年 原本资本支出是预计在400亿到440亿 但是今天的法说下修到360亿 其实这样减幅大约一成 所以看起来 这个部分 对未来是开始展望有趣于保守 直接反映在这个CAPEX 在资本支出上面 然后再来第四季 市场对那个5奈米的需求还是持续增加 但是其他的部分 看起来是有点需求转弱 所以靠5奈米 维持一个成长的动能 你就补上缺口 所以5奈米制成出货 在第三季 晶圆的销售大概是28% 7奈米的制成大概占26% 所以整体而言先进制成 然后包含7奈米以下的 在所有的晶圆销售大概占54% 所以台积电还是在先进制成上面 是领先全球 来再来公司提到 市场疲弱 明年上半年的利用率会下滑 预计明年的下半年恢复正常 然后重拾成长的力道 而且明年会比今年成长 市场疲弱的主要原因就是 智慧手机跟PC的需求不好 然后当然还有客户的产品地盐等等的问题 其实第四季的部分 市场对于5奈米需求持续增加 然后平衡的其他的商品别 但是其实上次法说 这特别提醒一下 上次法说魏哲家总裁有提到 其实他们原本的预估库存调整 半导体的库存调整是到明年上半年 但是这一次 这一次特别提醒 他说就说到第三季的库存高点 需要几个季度 第四季才开始下降 预计到2023年 才会趋于正常的水准 这很明显转保守了 上次说23年的上半年 就库存调整结束 所以这个部分看起来整个半导体 如果就我们讲过去的经验预估 整个股价可能会提前一到两季见低点的话 如果到了2023年 假设是到了下半年 整个库存调整 才会回到正常的水准 那整个股价 可能就要拖到 23年的第一季 或第二季才会见低点 这个部分特别提醒大家 然后今年的第四季 公司预估 营收大致的持平 因为智慧型手机跟HPC的需求强 然后2022年是维持原定 的成长目标不变 目前状况大概是这样 所以整体而言看起来 台积电的法说也是转趋于稍微保守了一点 这个部分我觉得特别注意 所以台股的修正 可能还没完 可能还没完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 就接下来 如果台股修正还没完 我们操作策略要怎么做 这个部分 因为近期 我在会员的操作这一块 我也都是偏空来思考了 所以整个操作策略 提出三个状况 给大家做参考 第一个 我们讲这高不过高 这个部分 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系统性风险的状况 创高也不容易压出去 或者挑战前高还没到 就回头 这种都属于高不过高的状况 我觉得都是可以放空的 然后第二个 弱势的反弹 本来股票就弱势 然后反弹的时候 我们就趁机 再来找空点 然后第三就是基本面修正 OK 带大家看一些例子 来首先第一个例子是精英 2331的精英 这叫高不过高 这一波涨上来之后 发觉高不过前高了 高不过前高 所以我在这一天 去带会员去放空 这普通会员的股票 所以52块2 去放空 然后停损我是设27块2 我怎么设 就是设这个高点 再往上抓个三毛 大概是这样 OK 那在这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 其实当然OK 在这边都在整理整理整理 怕 这几天就马上加速下跌 有没有 所以还涨急跌是常常态 你说这样涨涨涨涨涨 但是啪啪啪跌 马上就跌完了 OK 所以今天收在多少 21.5 所以这获利已经十几%了 现在21.5赚多少 4块 4块左右 3块多了 所以已经获利10%多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 第一个我空在这个位置 还不过这一个 这个高点是多少 26块4 那这边当然有上去稍微 再往上挑战一下 好 这一天的高点 刚好就到26块4 所以是完全是高不过高的状况 那当然就更不用讲这26块9 所以 过不去 整理整理整理 没利了怎么办 就会下来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高不过高的操作方法 我们可以利用整个高点 不过前高的时候 是不是开始去设定好停损 我通常会用前高 再往上抓一点 来当做一个停损的设定 大概是这样 然后再来南电 然后这就叫属于弱势反弹的族群 这个部分我是带特别会员 我们是这一天 10月11号 就放假回来的那一天去空的 我们189 我们空在189 其实你看今天收到178 所以一张也赚1万块 OK 那有会员提到了 就说特别会员的差异是什么 特别会员我大概会比较多的是中高价的股票 不过当然普通会员的股票 特别会员也会知道 这没有问题 所以都可以 那个跟着操作 这都没有问题 为什么特别会员会做比较高价的股票 当然主要就是 当然资金的问题是一块 然后其实中高价的股票 很多的族群是不一样的 操作族群是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中高价股票操作起来 反而是比较好操作 有时候概念上 我们经验上大概是这样 OK 然后所以现在的操作策略 OK 这一波 它是这样跌 直接破 从这边破前低 跌跌跌跌跌 一个反弹 这个这一天是什么时候 这两天就是我说 整个台股 高不过高 遇到13928过不去的那两天 所以那两天不过 第三天 南电也是建高点 所以这边跌下来 我就会预判 这个位置有可能 是近期的高点的位置 所以为什么会在这里空 所以就等于是 弱势反弹之后 回到下跌趋势的时候 我去顺势进场去做空 然后拿高点来做停损的位阶的设定 OK 所以荣均卖在189 停损是设在208 大概在这个位置 就是高点的附近的位置 所以大概是这样做设定 所以很简单 OK 你看休息一天马上就再下跌 这完全就是跟大盘的走势一起走 所以现在我整个的操作策略 主要是什么 我以投资组合的概念 目前仍然是什么 多空部位都有 总部位是获利的 OK 因为多头的部位其实 第一个部位比较小 所以整个空头部位 在整个的投资组合里面 我们是靠空头的部位在赚钱 但是OK 因为做多的部分还是小亏 所以未来我会增加 持续增加空头的部位 这部分还是跟会员先说明一下 大家记得我们在操作上面 80%的获利是来自20%的操作 所以譬如像这一种 空没几天 然后就获利拉出来 像这一个 等没多久 获利就拉开 像其实我们就只要 那个投资组合里面 有几档这种类型的股票 其实就够了 不过当然我们接下来 空头的标的变多的时候 如果几跌的多 反而可以趁机撈一笔 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 加入 跟着我一起操作 然后另外 第三个策略就是 基本面修正的 这种类型的个股 我们今天的赖上面 有特别提到这个茂林KY 过去我一直说 我把它当成是整个车用的龙头 因为它营收 确实就是龙头的地位 OK 但是我们看这个本益比的状况 过去的本益比 我们可以看到本益比 相对低档是这个位置 2020年的3月 这个部分来到11.7倍的本益比 那近世纪它EPS多少 20.21元 现在的本益比是来到多少 12.4亿倍 所以当然也是相对低档的位阶 但是OK 今天这样子收 是收一个长黑 收跌停的位置 这个部分可以看 来从6月 大概6月之前 整个 过去有看我们节目就知道 它这一波都是沿着什么 季线的惯性 这个橘色是季线 跌破季线就反弹 跌破季线就反弹 还创高 跌破季线就反弹 跌破季线就反弹 但是到6月之后 我会发觉季线没撑了 这几次 123 三次周 没有一个强硬的反弹 所以到这边 大家就有点警觉 OK 然后这边再跌 跌到半年线 又反弹 跌破半年线又反弹 看起来半年线也是有一个支撑 有一个惯性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发觉 从季线的惯性 开始走走走 走成半年线的惯性 所以它整个涨幅的幅度 开始做一个趋缓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这边跌破半年线之后 再创新高 那这边 遇到半年线还是有个反弹 但是已经高不过高 所以整个稍微有点疲态了 然后第三次 跌破半年线之后 往下侧年线 跌破年线还有反弹 但是OK 反弹没几天又再跌破年线 所以这几天 为什么会持续都有 珠衣茂莲的原因呢 因为它半年线没撑了 然后到年线这边又跌破 所以这跟大盘的走势 也是蛮像的 空的位置 大概都差不多 就这几天 跟着大盘反弹之后 大盘转弱就跟着下来 就是这代表车用族群 好像有点危险 因为重点它的营收 它在2022年以来的营收 都是维持一个高成长 到9月营收 甚至年增率还是85.62% 还是维持一个非常强劲的成长 但是居然股价表现是这样 所以坦白说 现在状况就是基本面失效 所以很多同学 我们遇到很多投资人 还是问说 为什么营收这么好 但是股价会跌成这样 这个部分就是系统性风险的特色 已经不管基本面 基本面是没有用 所以茂连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看 我们就牵托到什么 像虎连 虎连一样 大家看下面 这个部分营收还是在历史新高 9月营收还是创历史新高 但是你看很明显 这个上升趋势 今天一根长黑已经跌破了 这个部分是不是也一样 这一波上去创高 然后拉回 再挑战的时候 已经高不过前高 所以这边是一个不错的放空位置 跟着大盘一起空 然后高不过高 我们就设定高点来当做停损 这样没有问题 然后今天是跌破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从本益比的角度来思考 其他过去相对低档的位阶 我们大概抓多少 然后这边大概15倍 以现在的状况 现在它本益比多少 还在21.44倍 进世纪的EPS7.16元 所以你看 如果 我们假设 7.16元回到15倍的本益比 那这样股价应该多少 7.16乘以15 股价就来到107 所以你看 如果这一波整个破切 破切线的位置 跌破上升趋势的位置 本益比再做一个修正的话 哇其实就来到这一边 这个W底 W底开始起涨的位阶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特别注意 这个 现在这个时间点 整个操作上面 我们还是要完全偏空的去思考 不要想说跌下来就开始有机会要减 我开始有机会要减 因为空头市场 撑看撑不是撑 这特别注意 OK最后讲个小提示 还涨急跌是常态 整个行情 大家回去看过去的经验 就是这样 涨都是慢慢来 涨都是慢慢涨慢慢涨慢慢涨 但是跌都是急跌 所以还涨急跌是常态 那我们这一个时间点 我们还要把握系统性风险 因为到现在连车用族群都共估了 对不对 车用族群都共估的状况 系统性风险没有什么好讲的 就持续发生 所以欢迎大家 可以打电话进来 趋吉避凶的钻线 这一段行情怎么操作 因为空可能真的会赚的比较快一点 那这个时间点顺势放空的话 那当然还有你手上原本的持股 怎么样做一个调整 欢迎打电话进来 0800370888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本投顾公司于所推荐 分析之个股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赐付投资风险